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坚持真相启示录 揭开法税黑暗面 督促官员良心行政 奉公守法 全民支持法税真改革 国家才能更进步 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 按赞 留言 监督政府人员 良心做事 才能让人民安居乐业 国家本来该造福人民 则会变成制造冤案的最大源头 响应2023年 联合国国际民主日 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 台湾总会等民团 举办 以良心为核心 人权为酌尘 画出民主光谱 线上论坛 国内外专家 学者指出 台湾的司法体系 和税务制度 已变成司法地域 人民只有在选举的那一天 才能当国家的主人 政府应承担维护 民主法治的责任 透过良心的自我觉醒 与检视 做错了 要勇敢地认错 太极门案 对于民主来说是 难以忍受的 太极门案件 是标准该转型正义的案件 太极门掌门人 继联合国 NGO世界公民总会 副主席 洪道指博士 致辞表示 人类渴望和平 但冲突却时常发生 这是为什么 就在于良心遏制 当前的良心被贪嗔 吃慢与无毒所脏毙 就失去了内在的亲近 被表象所迷惑 无法做客观与智慧的判断 良心是与生俱来的指南真 引导我们辨别是非真假 善恶 带领我们找到 通往爱与和平的正确道路 有了良心 我们的心就能平衡 且能够爱护世人 在学习爱与平衡的路上 希望大家 遵循良心的呼范 积极行善 以阴阳平衡的智慧 解决问题 串洗更多良善的影响力 你我都是实现 爱与和平的关键力量 当我们愿意相互团结 不分你我 保护人类与地球永续未来的防护灶将升起 如同信入东深方 普照大地 充满光明与希望 意大利寒冬杂志执行编辑 马可 莱斯宾地 以太极门 与我们称之为 民主的自由与责任的结合 韦提发表论文表示 民主必须 不断受到压力测试 验证和批评 如果民主世界 想要真正实现民主 那么他就必须不断地进行 自我良心的反省 自由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使人类与上帝相似 他需要受上帝启发的良心 才能被妥善使用 而不被滥用 历史上所有的战争 动乱和冲突 都可以追溯到 并归咎于某个自以为像 上帝或忘记上帝的统治者的傲慢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自由与责任分开 国家间的和平 立即被打破 莱斯宾地指出 太极门师父和弟子 是当民主被限制和否定 当民主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 当民主被批评 而没有奉献和尊重时 一个国家就会陷入深渊 活生生的见证 太极门案 对于民主来说 是难以忍受的 必须立即透过政治方式解决 他希望看到台湾 自由与责任的结合 即我们所说的 民主得到充分落实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我们真的脱离了威权统治的时代吗 真的已经达到 人权立国的程度吗 真理大学法律序所教授 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 吴景清表示 制造假新闻的最大源头 就是国家 太极门案始作拥者 活宽人 就是违反侦查不公开的 最佳犯例 如果当初 活宽人检察官 违反侦查不公开 就马上进行陈处 大家就会戒慎恐惧 结果却没有陈处 国家本来该造福人群 则会反变成三头吸血鬼 另外 税务救济像鬼打墙 不断地轮回 宛如人间地狱 人民变成白骨 仍然继续追下去 他指出 法务部包扬行政执行署 执行突破六千亿 这个是最羞耻的事情 则会当成是政机 大肆宣扬执行人民的财产 有功给予鼓励 官僚自肥 而伤害人权的发展 税务奖励金 执行署执行奖金 邪恶资源 以达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各党应本于职责罢官 杜绝 贪图奖金 应全数删除 违法编列的 税务奖励金 执行奖励金制度 并还人民一个 干净有良心的 政府公务人员 太极门人真假分明 遵循良心的指引去做事 尽管不断遭受 政府的无情迫害 太极门师徒 仍然坚定追求正义 人权 爱与良心的文化 希望良心教育 生殖人心 引领世人找到 解决难题的良方 共创爱与和平的 祥和世界 官员们 当下良心觉醒 即刻还太极门人清白 让人性尊严 真爱在这美丽星球 开之善业 你我都是 点亮世界灯火的引领人 并让良心 知行 充满社会 坚持真相 启示录 以真爱化为行动力 挖掘真相 也是公民社会 具体的行动力 来护卫台湾百姓 找回人性尊严 全民监督政府人员 走向良心时代的来临 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以安居乐业 以安居乐业 将开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